第33場比賽 接下來是今天第33場的比賽 業餘綜合格鬥男子組次中量級的賽事 首先介紹藍方角落 身高187公分 年齡32歲 代表高雄BJJ 來自美國 Representing USA Rome 接下來介紹紅方角落身高181公分 年齡29歲 代表The Bear Stand 來自美國Representing USA Daniel O'Rourke 場上裁判馬努任飄零 這場比賽 兩位選手都有非常強的柔術背景 比賽開始了 一個內的地邊 Deniel選手似乎在保持距離喔 不斷用低掃攻擊對手 我們剛剛開始用戰力技先取得一下對方的感覺喔 沒錯 Deniel選手戰具榮心喔 試著用打擊 哇 發生了一次下檔的T級喔 暫時停止了比賽 進入商庭時間 在這邊稍微介紹一下兩位選手喔 這個 來自 Bear Stand的Daniel 有非常濃厚的BJJ背景 過去追隨 Dimitri喔 非常有名的職業選手 現在也是我們WTD的專業副裁判長喔 對 然後學習泰拳喔 柔術 然後再進一步的到BJJ喔 那目前在WTD聯賽呢 Deniel有這個三勝三敗的這個積分喔 好 現在比賽繼續 哇 一高梯 這被ROM擋下 哇 剛剛提到Daniel這個選手 其實這個選手 現在目前在 呃 次中量級應該算是 最強的選手 在我們CDMMA 的賽事的目前的積分 也算是最高的喔 哇 Deniel選手持續佔據榮心喔 逼迫對方只能 橫向移動 繞著他走喔 是 而且我們看那個 Deniel他的攻擊的火力 非常的強啊 每一圈每一腳 扎扎實的 擋在ROM的身上 哇 一個內的第一邊腿 那麼請這個 Terry跟我們介紹一下 像這樣佔據榮心的走法喔 有什麼優勢呢 就是阿 你看現在的整個狀態 他 整個Deniel他是 掌握著整個節奏啊 因為他現在看ROM他只在外圍繞 然後呢 我看ROM也沒有打太多的反擊 反而是 你看現在都是Deniel在做攻擊 ROM只有吃拳的份而已啊 那現在是Deniel還是 還沒有用他真的 哪所絕活 是進入地板啊 如果現在兩人殘暴在一起 如果進入地板的話呢 各位應該可以看到 很高水準兩人的地板技啊 那ROM試著要把Deniel帶到地板上面去 對 我Deniel似乎他沒有意思要進入地板了 Deniel做出非常強力的抗摔喔 對 但ROM試著嘗試做Single Leg 單腿摔 那各位觀眾如果看到綜合格鬥 看剛剛之前的業餘的T拳 感覺是完全的不同啊 那綜合格鬥兩人殘暴 甚至帶入地板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練習課題 非常漂亮的一個BODY SHOT 身體的拳 打到ROM的身上 Deniel持續用DT喔 消耗ROM的體能 是 哇再一個BODY SHOT打到身體 那現在看到每一拳每一腳 Deniel的進攻都非常的效率 打到對方的腳上面都能破壞對方的重心 ROM的重心都被他打了 會有一些移動 這應該也會影響到這個場邊裁判的判斷 是 畢竟造成傷害與打擊效果 才是判定分數的首要條件 換一個高梯 哇一個漂亮的CLINCH C級 ROM再次嘗試將人帶到地板 但是沒有成功喔 變成龍邊纏鬥 反而吃了兩下C級喔 我們來回到第三十三場次的第二回合 由這個藍方 由藍方 ROM對戰紅方Deniel 是我們看到 是我們看到 ROM試圖要一直把Deniel帶到地板上喔 但Deniel他整個防摔的能力非常的好 沒錯 即便在龍邊做了一個類似內腿的勾 依然沒有辦法做到摔距喔 對 反而是ROM吃了幾近C級喔 對 這個位置 現在反而變成ROM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是被壓在牆邊以外呢 也被抱得緊緊 沒錯 這個龍邊翻轉的位置 有可能導致ROM的大腿內側會吃下多次的C級 導致他的移動能力下降 對 現在Deniel的龍邊壓制喔 越來越猛烈喔 左右腳C級輪流上喔 他再一個C級 雖然ROM嘗試做了幾下回擊 但是沒有太好的效果 我想要做一個摔的動作嗎 ROM剛剛趁著空檔喔 打了一個短拳 但是也沒有造成太大的 哇 兩個互相吸緊嗎 喔 ROM連續兩次的C級 似乎 將對手擊倒在地 Deniel似乎希望在力氣上與對方一決勝負喔 對 那Deniel的巴西柔術可是只帶著水準啊 非常厲害啊 只是他希望說能站著跟對手打 沒錯 不過ROM選手再次試著拉尬喔 嘗試著想要把Deniel帶到地板上 當然現在Deniel被抱著單腿 除了防水以外還有機會的話呢 會給一些ROM一些拳 沒錯 Deniel現在這位置 做了一個龍邊翻轉 反壓對手在牆上 這對ROM非常不利啊 對 回到大概兩分鐘前的情景喔 對 他在牆上用C級消耗對方體力 是這個狀態已經從第一回合到現在 滿多時間在牆邊的話呢 都是Deniel整個壓制著ROM 然後做一些C級 沒錯 ROM如果想要逃開這個劣勢的話 必須增加龍邊翻轉 哇 一個漂亮的翻摔 但是Deniel並不想要進入地板 對 他直接站了起來 他直接讓對方站了起來 哇 一個漂亮的組合拳 對 直接 攻擊在ROM的身上 剩最後10秒 第二回合即將結束喔 好 讓我們來到第三場的第三回合 男子組中量級的比賽 紅方Deniel對藍方ROM 看來ROM在這場的比賽戰略中 加入了更多的情報喔 但是並沒有太好的效果 再次回到龍邊 是 可以很明顯看出 Deniel他的整個在進去情報的動作 都是比ROM來得優秀喔 反正 現在是ROM想要跳到他身上做全防禦 不過沒有成功 看來ROM想要主動做Polgar喔 對 一些所謂拉防禦阿 把他拉到地板上面做一些地板動作 不過Deniel看樣子是不同意這件事情 呵呵 雖然Deniel的巴西樓是非常厲害 也沒有想要帶到地板 哇 想要做一個摔 哇 ROM叫了起來 再次叫對手起來喔 對 ROM幾次這個重拳喔 後手 好的 裁判調整一下 Deniel的拳套 是不是拳套這個食指的部分脫落喔 嗯 好 比賽繼續 一個超人拳喔 突如其來的攻擊阿 喔 喔 ROM開始發動一些攻擊 哇 一個轉身邊 喔 ROM似乎想要跳到 哇 跳到一個全防禦的位置 我這個位置對於妹妹來說不見得是個優勢阿 因為 從上而下的地板全陣是可以把 把ROM敲到暈喔 要特別要小心喔 ROM似乎想要轉足關 我沒有這麼容易 我沒有這麼容易 似乎 他想要用出高雄BJJ的獨門絕技阿 似乎想要做腳鎖喔 對 可是現在比賽暫停喔 因為這個護腳徑被 拉扯喔 對 剛剛被ROM扯了一下 有點掉下來了 業餘賽是有護腳徑的規定喔 多少會阻礙選手做腳鎖 欸 回到了規則這個部分喔 在腳鎖 在我們的業餘綜合格鬥裡面是 不能做Hear Hook 就是扭轉的 扭轉腳跟的這個動作 沒錯 因為扭轉腳跟會影響到膝蓋韌帶喔 好 那在業餘MMA呢 只能做出直向的腳鎖 例如Nibar Toehole 或是Striangle Lock 對 ROM自己倒下去 他似乎想要做一些地板拳的 ROM再次Lockout 這似乎是想做一個Striangle Lock 對 那在這個位置 如果一直沒有太多的劍速的話 ROM的裁判可能會叫各位站起來 兩位站起來 沒錯 這並不是巴基遊術比賽喔 必須再站起來喔 回到立即戰場 ROM幾乎是被壓著打啦 如果他們沒有太多反擊能力的話 不知道裁判會把這場比賽收回 然後這一回合只剩下10秒了 ROM是否可以撐完呢 Daniel狂風暴雨的攻擊啊 對 第三回合結束 兩位選手暫至時間終止喔 現在勝負交由 場邊裁判的分數決定 很好 跟 SkyDash 十四個分數目 可以解釋一下 對 兩位選手暫時 一位選手暫時 宣判本場比賽結果30比27 30比26 30比27 以3比0一致判定獲得勝利的是 洪峰The Red Corner Daniel O'Rourke 讓我們恭喜代表Bear Stan全世風格鬥館的 Daniel獲得這場勝利 中文字幕提供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